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瓶长相都非常好看 蒙古族人没有中原人那么多的礼数跟伦理 这些非瓶大多数都是成吉思汗将敌人打败之后 将他们的妻子跟女儿抢过来战为一 作为一国之王 成吉思汗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应该是非常在意的 这些非瓶的国家都是被成吉思汗毁掉的 甚至自己的丈夫跟父亲在自己眼前被残忍杀害 怎么可能不愿恨成吉思汗 看呢 那么成吉思汗为什么还这么放心将他们骂为自己的非瓶呢 他们虽然仇恨成吉思汗 却不能够对其进行报复 因为成吉思汗的手段非常狠毒 这些非瓶每天都睡在成吉思汗的旁边 想要杀他易如反掌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他们的族人全都在蒙古人手中 一旦成吉思汗死了 那么这些族人就都要给他做陪葬 所以这些非瓶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为了族人的生命安全 不仅不能动手还要小心伺候 而且自古女人爱英雄 这些非瓶有不少都来自于部落 基本上全世界的部落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崇拜强者 女人们都喜欢找强者做丈夫 在当时显然成吉思汗 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厉害的男人 所以有很多女人是自愿成为成吉思汗的非瓶的 甚至还对他非常忠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